这一届青少棒赛呢 中华小将们虽然在私底下是相当的活泼爱闹 不过一到场上呢是相当的有纪律 而且相当的严谨 为了让球员看起来相当的有精神 总教练黄武雄呢 是规定了每个球员的袜子都得要拉到膝盖 另外在比赛前一个星期就得要去剪头发 不过为了求胜呢 不少球员是连吃东西都有相当的禁忌 很多球员在比赛期间都不吃瞎子 穿戴整齐 整装待发 蓝衣 白裤搭配蓝色袜子 中华队球队制服显得相当有朝气 而最重要的是这袜子得拉到膝盖才行 感觉比较轻这样 跑起来会比较宽吗 不知道呢 有感觉吗 有感觉啊 飞起来啊 袜子拉到膝盖 感觉跑起来比较没负担 事实上教练会这样规定 是希望球员看起来更有精神 那外国他们比较学性 他们要求说都OK的 有些是他喜欢换下来 有些会拉 但是在一个学生比赛的话 我们都是要求他拉起来 比赛有精神这样子 除了服装严格规定 教练更要求球员 比赛前的一个礼拜都得剪头发 那像甚至头发的话 也是要求不要太长 因为现在已经滑进了 但是说运动选手毕竟他在整天在球场流害很多 所以也不要说一定要说六分还是三分 就是说他把整齐看起来很一致 就是说看起来很很很很很很 就是活泼可爱这样子 就把旁边修掉 整齐一点这样 不要太长太花俏这样 有没有曾经有谁太长太花俏的会说 对 队长每天都跑厕所 这样抓发型这样 去厕所上厕所不行 很奇怪 服装整齐化衣让人感觉充满战斗力 不过比赛的时候就连吃的东西都有些禁忌 就是关于在棒球这方面的鱼不能翻这些 有些小朋友从小教练有讲的话 他们有些在说我们示范的时候 中午晚餐的话 他们毕竟就是避免 包括我也自己避免就是这些 有时候不能吃虾子 王晴安那个台词怎么讲 什么苏鸦 管他是不能翻语还是不吃虾 竞技也好为了求幸运也罢 只要能赢球 用什么方法都OK啦 未来体育新闻 乡仪佩佩台中采访报道